最会唱的唱将 爱情是个梦的风景都看透 太酷的声音 他们是最疯狂的邪心 当唱将遇上邪心 唱将最艰难的考验 今天算你们事业上的一个大挑战 你要说人不人归不归 你要唱到他跳人类 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谁能打斗古心甘血腥 他就说 那个 阿嬷 妈妈离台了 我是你的孙儿 我叫张立东 阿嬷你今晚在哪里 今天我要用歌声来感动人心 音乐 有音乐的世界 是 美色的 没有音乐的世界 是黑白白 就是没有音乐 所以大家没有看到 音乐能够感动人心 你看那个电影的时候 你会觉得 哇 这是主题曲 怎么那么好听 Daddy Go 对 原因就是有画面的配合 你刚刚那首歌是说 爸爸离家出手是不是 不是啊 Daddy Go Daddy Go 冰 冰上其言 冰雪 冰雪 我以为是溜冰 对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来到了五位 很能唱的歌手 他们唱起歌来感动到吓死了 真的耶 在这边 有没有看到 怎么会 不是不是 可以给他 错冰了 怎么可能 对这一面差很远 小硬也是歌手啊 没有今天 今天拿来讲话啦 哦 是吗 不是这边 你唱好像国父 真的耶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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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那今天你们五位啊 就他们要来讲他生命中的故事 对对对 你的故事 用美好的音乐把它包装进来 能不能让你感动到涕泪俱下 大家以为我们都嘻嘻哈哈 其实我们也有我们内心生气 嘻嘻跟哈哈是一对好朋友 哈哈 有一个入行 嘻嘻过次了 哈哈来看她 就说哈哈 嘻嘻你死掉了 哈哈我好开心 喂 我好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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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 冷静 其实我们也有我们丰富的内心世界 是 我们很多辛酸是不足为外人道 不是不流泪 只是味道断肠食啊 一讲出来 大家一定也是痛哭流泌 太好了 今天就分享你们的心灵故事 那这边五位 他们就可怕了 吴永斌先生 星光好 星光好 你是从那个星光大道 里面第几名 我那时候比赛是比到第十名 罗美玲小姐 好 盖小姐 新唱片 新唱片 来来来来送张 哎呦 哇 唱唱 好可爱 小天使 哎 阿护士小姐 我必去投影抽血 护士 不是小天使 以前是当护士 我帮你抽 介绍一下 Mailin with you 发行了 Mailin with you 新歌叫做什么名 我在你身边 第一波主打 我在你身旁 也是那个女人三十的 片头群 唱一些来听 好听 我们同样受了伤 也迷失了方向 你快点好好听 在崎岖的路上 跌跌撞撞还是坚强 如果失去了希望 我一定会陪在你身旁 身旁 好好听 好好加油 而且阿咪老师跟得好好 对 随便都能天心 等一下我跟你讲 等一下你就用你歌声 来感动那位有故事的人 好不好 来 秦辉保重责任 许德瑞说出 莫贼的送门可爱 林凡小姐 林凡 搞大了 谢谢 黑胶哦 来来 介绍一下 这次新专辑第六章专辑 叫做《岁月这把刀》 然后呢 这也是女人三十的片尾曲 为什么不叫《岁月九把刀》呢 所以九把刀被注册 来来来 阿姆唱看看 好不好 这把刀刺刺痛我 痛了干脆有利落 我们曾因为没在一起哭很久 这生活带给我什么 我有一场热血无助涂抹 还得像只队伍不逃脱 有 好听 谢谢 Oh my god 完全没有插入点 对对对 这歌真好 不需要 完全不需要 真好听 很有那个味道 5月2号已经发行 然后 然后5月底 5月31号下午2点也有一个 来来来 今天算你们事业上的一大挑战 你们你看这人不人归不归 你要唱到让他掉人类 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所以加油了 好 来来来 谢谢林凡 林凡 上面还有我们刘明湘 来 林凡 哇 你的歌剩杀石的 你怎么变那么黑 对 去冲浪吗 我没有 我去美国一个月 然后也去墨西哥 所以 哇 好帅啊 他等于是歌手里面的欧巴马 是 我也 不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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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错了 歌手里面的珍妮佛罗贝斯 J-Lo J-Lo 讲错了 讲什么欧巴马 碧昂斯啦 碧昂斯啦 可是你这样好看 谢谢 有味道 旁边是我们吴申梅 你好 大家好 长得漂亮 歌声也甜美 真的 今天我们就配对 抓队来施赛 好 今天五星干艺人将带来他们的故事 实力派枪将能够打动他们吗 第一位就是难以感动之心 就是我们的曲佳瑞小姐 怎么会 曲佳瑞 来来来 你来 她的哭点比水银的废点还低 真的吗 她的配对角色是谁 刘明湘 哦 讲话总是高八度 说话速度比机关枪还要快的曲老师 艺术家跳钥师的思考 让她在节目上总是给人欢乐的感觉 这次搭配的对象 则是有中第一美声歌姬的刘明湘 曲佳瑞 以及刘明湘他们两个的声音感人故事 其实这次很简单 就是关于我跟曾经一个对象 然后我们两个在认识的时候 其实都是我们两个人受过最多伤的时候 所以因为是两个受伤的人遇到 然后相遇 当时我们都认定跟对方说 我这一生中最棒的人就是你也就是我 你不会遇到比我更能够疗养的人 那他也是这样对我说 那在一起很多年 可是你要知道 就是我们其实是一个长距离的 他在一个城市 我在另外一个城市 所以遇到的时间并不多 偶尔遇到一次的话 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棒跟甜蜜的 有处理 那不是 不是不是 那可是重点是你知道一段时间之后 他可能觉得说你该见见我的父母了 所以我那时候没有看到他的爸爸 可是他爸爸我记得在生病的时候 好像听到他讲有我是一个人 他爸就说我听你这么讲 我就感觉Jari是一个很棒的人 你就娶他吧 就是他了 那等到他跟我说要见我父母的时候 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他有很多很多条件是不符合我爸爸的需求的 还有我妈妈的想法 所以这个恋情就一直卡在那边 那很多次他跟我说 他想要到我住的地方来看看我爸爸妈妈 我都说好 可是我都压下来了 那有一阵子他就说 我们已经都在一起都已经三四五年了 再拖也不行了 他说我还是要来 所以他就到台北来了 然后一来住了好长的时间 大概有一年吧 那这一年好多次好多次 我们经过了我们家的门口 我都没有带他上去 他都说我可以上去吗 我说不行 我说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说因为我的恋情 我一定要得到父母的认同 我才可以 我说就差那么一点点 我说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再给我一点时间 再给我一点时间 后来我们就 反正总之他回到了他的那个城市 因为他还是没有见到我爸妈 然后中间有一些状况 可能我又遇到了别的人 他遇到了别的人 可是我们还是经守 我们最初认识那个沉默 我们相信我们是对方最终 最终那个终极的人 所以我们还是决定要在一起 但是距离还是抵不过 两个人的这个感情 所以到了大概第七年的时候 我们出了一点问题 那我们就想说好 那清平气和有没有可能 我们就说我们先冷静一下下 也许这段感情走不到一个地方了 因为他认识了一个人 所以我发现的时候我非常非常难过 因为那个时候我发现了 那个人写给他那个信 然后看到那个信的内容 我简直吓傻 因为那个内容就像 我七年前认识他的时候的感觉 一模一样 我说怎么可能在世界上 有另外一个女的跟我一样 这样爱着你 所以我就说好没有关系 我给你一些时间去冷却 然后我们先分开一阵子 看看再说 那一分开就分开了 一个月两个月 三个月到六个月 然后这个中间 我爸跌了一跤 然后我爸就说 家瑞爸爸知道 其实你有喜欢的人 有没有可能 你们还有 你们应该还在一起吗 因为其实我爸妈大概都知道 我的一些状况 可是我不想说 所以他们就以为 我跟这个爱在一起 所以我爸就有一天就跟我说 你要不要打电话跟他讲 就是爸爸同意了 然后他那时候跟我讲的时候 哇 我心里好高兴 然后我就跑回房间 还跑到厕所间 立刻拨电话 给这个人 然后让我记得 我打去的时候 你知道 我跟他讲这个事情之后 他没有声音 我说 嘿 你听到没有 你听到没有 我们可以在一起了 你知道 你知道 他 后来传来的是他哭的声音 我没有听过一个男人会哭 你知道他当时他就说 你爸爸太自私了 为什么游戏是由他决定 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结束 他说我也是一个男人 他说 我忍了这么多年 他说 可是我现在已经有别人了 你知道我那个时候 我蹲在那个 测尖洗脸本的下面 然后我 就是那个压力 我已经大到 我什么也听不到了 我就 我还都没有哭 我像现在哭 我当时都没有哭 我说OK 我说 确实没有问题 我说很好 我说很好 你认识的别人很好 那我说怎么样 他说我们决定要结婚 这么快 你知道是谁吗 就是那个写心的那个人 就是这样 然后 其实那 那个事情 那一阵子 其实我 我爸爸还常常问我说 我请你打这个电话 你打了没 你打了没 我都说 我找不到这个人 我说你知道 其实没有联络 我找不到 我找不到 那后来 几年和我爸也过世了 那我在 知道这个人的 下落的时候 都是从 网络上 脸书上看到 其实他结婚了 要生一个 漂亮的宝贝 一个儿子 你知道他们常常在网络上 塞那个NY的画面 那我自己感觉到说 哦 现在我爸爸也不在了 然后我好像也不用 就是 得到任何人的 认同关于一段恋情 好像就这样子吧 还没好好的感受 雪花绽放的气候 我们一起战斗 会更明白 什么是温柔 还没跟你牵着手 走过 走过红柔的沙丘 可能从此以后 学会珍惜 天长和地久 有时候 有时候 我会相信一切 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想去离开都有时候 没有什么会拥致不朽 可是我有时候 宁愿选择留不放手 等到风景都看透 也许你会陪我 看溪水长流 有时候 有时候 你会拥有时候 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相聚离开都有时候 没有什么会拥致不朽 可是我有时候 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 等到风景都看透 也许你会陪我看 溪水长流 叉燎 我 mode 它就有无论 veure 有 Sket Malbert 我可以解讨 我可以解讨 这是什么 會有連結起來 歌聲跟故事真的很 對 分享一下 民鄉的歌聲他有一種 他的歌聲像 刮鬍刀的刀片 你一碰就流血 對 你看我形容得很棒對不對 你真的不愧是 歌唱界的歐巴馬 不是歐巴馬 不是啦 Jello 不愧是歌唱界的那個Jello 剛剛是真的 我贏了我 因為我沒有辦法 我覺得你唱出我心裡好多的 那個激動的情緒 然後我一唱的時候 我是沒有聲音的在吶喊 我覺得好棒 沒有 今天聽你的故事 也真的 沒有 主要是 因為會想起過世的爸爸 對 爸爸 爸爸當時會這麼嚴苛的 一定要知道說 你交往的對象 他必須要同意的原因 很簡單 理由只有一個 因為他是 因為你是他的寶貝女兒 對 你要好好把關嗎 你說像我女兒要嫁人的話 我能不哭嗎 我現在想起來 就想哭 對啊 用想的就想哭 因為現在 男人是畜生 你知道 但是女人偏愛小動物 所以你看這個 有時候 這個很強 爸爸你不要這樣子 而且我們江湖上 出來混 總是要還 現在太胖了 而且我要還三次 對 但是你還有一個兒子 報仇一次回來 喂 什麼心態 對啊 萬一兒子那是小賴怎麼辦 我們一到十分 或者是西小瓜 一 一分 小瓜 小瓜或小賴 一分到十分 我們四個來給分 好 好不好 好 我個人給九分 九分 九分 我也給九分 故事會毀了歌聲 也不一定 這一段太感動了 掌聲給他們鼓勵一下 來 謝謝 來 第二組人馬 來來來 張立東 相當不看好的 但是 唱歌的厲害囉 森梅 森梅喔 森梅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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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梅有過感人的 愛情故事嗎 我覺得 剛剛曲姐的 比較感動 比較感動 其實我剛剛一直想要 已經刻到 已經刻到掉眼淚 可是我忍住了 那你有唱歌唱到掉眼淚的嗎 有耶 是什麼狀態 就是 在練歌的時候就 釋放自己的 阿咪老師一直在 還記得當時唱的是哪一首歌嗎 Like a Virgin 不是 不是這首歌 好 其實 其實就是 唱的是哪一首歌 沒有啦 其實就是阿嬤一尾 阿嬤一尾 對 所以今天 你就用這一首歌來 那你來講你的故事 好 兩位請就位 好 來來來來 來不及說出的話 用歌聲唱出 阿嬤就說 那個 阿嬤 阿嬤離開了 我是你的孫 阿嬤叫張立東 阿嬤你現在在走路 這個生命的 最後這一年 過得這麼燦爛 有了一個 永遠無法忘懷的 一段故事 聽 還哭的聲音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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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